他竭力强调自己是一个人 这是为了什么呢 难道他竟不是人 这简直荒诞之急 他不是人是什么 然而他又为什么那样讲法呢 他的身份当真是越来越神秘了 在那样的情形下 我心中虽然是茫然一片 一点头绪也没有 但是我却装着胸有成竹似地道 不 你不是人 你和我们不一样 我这句话才一出口 便听得方天发出了一声声音 那一声声音之中 充满了绝望的意味 同时他的身子也软了下来 在墙上靠了一靠 终于站不稳 而坐倒在地 这时候我也呆了 我绝未料到 我的话竟会引起方天那样的震动 这不可能有第二个解释 唯一的解释就是 方天不是人 如果他是人的话 何以一听到我的话 竟惊到几乎昏厥 然而 这不是太荒唐太怪 但太不可思议太无稽了吗 方天不是人 是什么 是妖精 是狼人 我一步跨向前去 看得很清楚 只见方天并没有露出原形来 他仍然是我所熟悉的方天 从在学校中第一次见到他起到现在 也仍是一个模样 只不过如今 他的面色更奇苍白而已 我看他紧紧地闭着眼睛 便道 你怎么了 方天喘着气 并不睁开眼睛来 看他的神情 他像是已感到了绝望 像是一个已到了刑场上的死囚一样 什么都不想再看了 所以才不睁开眼睛来的 他只是道 我的一切 你已知道了吗 我又架座知道了一切 道 自然知道了 方天急促 避呼着气 道 放开我 放开我 你是知识分子 我向你说几个公式 你可以一生用不尽了 你不识字 我写给你 你去卖给任何人 你去卖给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 快放开我 放开我 方天的话 我越听越糊涂 我只是听出 方天似乎愿意以什么科学上的公式 来作为我放开他的条件 然而 那是什么公式 居然那样地值钱呢 我心中一面想 一面道 不 我放开你之后 只怕回到家中 第二天就被人发现我自杀死了 方天的身子 突然如同筛糠也四地抖了起来 道 不 不 你不见得会害我吧 我心中的疑惑 越来越甚 已到了如果不解答 便不能休的地步 我回复了正常的声音 道 好了 方天 你究竟在导什么鬼 我料到我一讲完 方天一定会睁开眼来的 所以我立即顺手除下了戴在面上的面具 果然 方天一听到我的话 立即睁开眼来 他一睁开眼 便师生叫道 为司礼 我笑了一下 道 还算好 你总算认得老同学 方天面上的每一条肌肉 都在跳动着 显见他的心中 派然知己 我应该会认识 你 你 我应该来 没有